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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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Rita 歡迎來到 Buy媽媽頻道 暑假已經過了一半了 可是啊 我覺得我們家孩子們 都沒有長大 尤其是Max 所以呢 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家的白飯撒手 第二名 孔肉 所要用到的食材有 五花肉 冰糖 一些辛香料 蔥 跟薑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首先切幾片薑備用 然後把五花肉改刀 切一個拳頭大的寬度 切一個拳頭大的寬度 这个猪肉啊 我是在猪肉摊买的 买的时候已经请老板 先把我切成两公分的厚度 那这种五花肉在超市也都买得到哦 不管你在哪里买啊 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先清洗 然后再把水分压干 猪肉切好了 再来把辛香料炒过 开火 我今天叫的辛香料有干草 桂皮 黑胡椒 八角 跟一个干辣椒 那因为没有白胡椒 所以我就用黑胡椒来代替 香料炒香了就放到旁边备用 接着把猪肉放进锅子里面煎 注意要先用小火哦 就像煎鱼一样不要急着翻动哦 慢慢的表面就会金黄了 油脂也会散发出来了 拿一个夹子 这样比较好翻面 你看猪肉表面已经微微金黄了 有没有 煎肉的目的啊 就是让肉变得紧实 这样滷起来会比较好吃哦 猪肉的四边也让它煎一下 尤其是这个酥皮啊 给它滑一滑 表面低黄了 就可以先放进卤锅里了 继续放入其他的肉 像这样表面焦焦的 是我觉得最棒的 到时候吃起来口感会很有层次 尤其啊像这个猪皮 煎过之后到时候煎得很Q哦 接下来我们利用里面的猪油来炒冰糖 炒冰糖啊就是人家说的炒糖色 一方面让卤汁有甜味 最重要的是让控肉的颜色会变得很漂亮哦 糖融化了 这时候就像麦芽糖一样黏黏的 它会越来越红 这时候就可以加入热水了 热水分次加入让糖溶解 糖都溶解啦 把它倒进卤锅里 加入300cc的酱油 加入300cc的酱油 接着50cc的绍兴酒 然后翻拌一下 拿一个茶袋 把辛香料放进去 加入葱姜 还有孩子们点米洋的卤蛋 差点忘记了 再把蛋调整一下 接着加入1500cc的热水 盖上锅盖 这个酱油的比例我习惯是5比1 那每一家酱油的咸度不太一样 所以要自行调整哦 滚哦 转中小火 让它滷一个小时 好了耶 已经滷一个小时了 现在关火 哦 超香的 你们感受到了吗 但是让它静置一个晚上 明天才是醉嫁少微时间 问题来了 妈妈们 你们明天会煮几杯米呢 终于已经到中午了 Max一大早就说他要吃控肉饭 我的天啊 先来夹点笋子 一点点酱瓜 还有卤蛋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控肉 今天午餐 白饭杀手第二名控肉饭完成 吃饭了 吃饭了 我好期待这个控肉饭 我最大碗的 这碗最大碗的啦 耶 趕快吃饭啊 妈妈喝什么 酱瓜 很好吃哦 很甜的哦 我要来享用先吃一口肉 啊 哇 哇 那个 入口即化 超好吃的 我的天啊 对 他被我夹烂了 我还没吃就被我夹烂了 嗯 啊 太美味了 好吃吗 皮是不是 皮很吸又很软 对不对 烫哦 不会啊 哦 好吃吗 好吃 嗯 太棒了哈 太棒了 我们好吃到都不用讲话了 叮着控肉一直吃 对不对 对啊 这肉很好吃耶 真的好那你可以吃鸡外 好 大概两碗吧 好 我今天煮三杯米 我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吃完 挑战 对挑战 平常两杯米都吃不完 今天我煮三杯 你很夸张了 好帅哦 茄子要吗 冰的 这种就是冰的啊 是凉的 叶子好苦 是哦